北京时间1月7日消息 2023赛季ATP250阿德莱德战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 德约科维奇以6比6分之3比4完胜老对手梅德维杰夫 对其取得四连胜 打进本赛季第一个职业生涯第131个决赛 决赛他将冲击第92冠 对手为美国人科达 本战前两场比赛中 德约先后击败两名法国球员 第二轮稍遇挑战双抢7战胜阿里斯 4分之1决赛则完胜沙波瓦洛夫 这也是德约在澳大利亚收获的第32场连胜 上一场失利还要追溯到2018年澳网赋予阵选 上赛季德约在未能参加澳网与美网的情况下 但赛季拿到5座冠军 年中排名第5位 今年澳网他也将向澳网第10冠发起冲击 雷德维杰夫上赛季末遭遇了4连败 总决赛连续三场决胜盘抢7落败 新赛季前三场比赛中 他分别击败了索尼格 凯茨马诺维奇与卡恰诺夫 这是两人之间的第13次交手 对阵记录方面 德约科维奇8胜4负占优 前2021美网决赛后取得了3连胜 比赛开场由德约率先发球 前两个发球局塞尔维亚人均轻松爆发 雷德维杰夫在第二个发球局出现波动 第二个破发点上送出双雾 率先被迫1比3落后 盘中切断 德约在旧球中疑似拉伤左大腿 第七局挽救破发点爆发后 塞尔维亚人申请了医疗暂停 经过5分钟的治疗比赛重新开始 凭借一次破发 头号种子5比3迎来发球胜盘局 发球胜盘局中 德约在30比15后连续送出两季A 爆发后6比3先下一盘 次盘前半段两人互保势均力敌 第七局 梅德维杰夫再次在破发点上送出双雾 德约破发后4比3领先 虽然第八局梅德维杰夫拿到过两个破发点 不过被德约依靠发球一一化解 5比4的发球胜赛局中 诺瓦克没有给对手机会 干净利落宝发以6比4再胜一盘 大比分2比0获胜 这也是德约生涯第131个男单决赛 他将冲击第92关 与梅德维杰夫的比赛 是德约科维奇生涯第348场对阵Top10 这项数据超越费德勒的347场 独居南网历史第一 对阵Top10胜率 德约科维奇69% 241剩107辅 费德勒65% 224剩123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